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着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19号 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招山银行 聊一聊招山银行行长田慧宇 被免去党委书记一职 这个事情 招山银行意外迎来高广更迭 4月18号晚 招山银行发布关于行长变动的公告 4月18日发出第11届董事会 第38次会议通知 于4月18日以远程视频电话会议方式 召开会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田慧宇先生免职的议案 同意免出田慧宇的招山银行行长董事职务 另有任用 同时招山银行董事会审议了 关于王良先生职责调整的议案 同意由王良主持招山银行工作 1965年12月出生的王良 目前是招山银行董事 常务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受此消息影响 招山银行股价开盘即大幅下挫 A股盘中最大跌幅一度达到8.6% 截止收盘 招山银行A股跌幅7.3% 尾盘成交突破100亿元 刷新2015年7月以来的新高 那么我来谈一谈 我对招山银行高管变更 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首先我跟大家说 没有什么内幕消息 如果要听什么内幕消息 你可能要失望了 但是我从这个山市公司治理 以及这个历来经济方面的这些官员出事 这个异常变动来分析分析 首先我们看这个招山银行这个公告 因为招山银行它是山市公司 山市公司借由山市公司的治理 归章制度 它是公众公司 不能像俄罗斯那样 普京一句话就行了 说这个所有的一切不用开股东大会 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宣布推示就行了 这种是叫践踏法律嘛 你自己制定的法律 你自己不遵守 没有任何企业精神 那么招山银行是山市公司 那就得按照董事会 股东大会相关的这个程序和权利 来履行管理这个职责 那么这个田惠宇 他是招山银行的董事行长 党委书记 招山银行大股东是招山局 那么呢 大家搞清楚了 党委书记这一职是由善级机关 善级党组织认命的 所以善级党组织分分钟就可以给他撤掉 随时不需要理由的 组织部发个文 打个电话 约谈一下 这个就结束了 那么田惠宇的第二个职务 行长 解除他的行长职务 很简单 董事会开会就行了 因为行长这个职务啊 是招山银行董事会聘请的 董事会他一共是16个董事吧 做到一起啊 开个会 投票 说要免去田惠宇同志 招山银行行长一职 然后任命 王良 占行 或者叫职吗 代行行长职务 这个就是董事会开个会 发个决议就行了 那么董事会开会很容易啊 这个 叫紧急会议啊 他可以是单天开啊 一般的董事会开会 要求是提前三天通知各位董事 然后董事把这个议案呢 要研究研究啊 你们要罢免这个田惠宇 我不同意啊 我觉得他干的挺好啊 为什么要罢免啊 那你觉得给董事啊 挨个解释 一般的都是董事长或者董秘啊 给董事打电话 说这个人呢 违反了公司的这些哪些哪些法规 或者公司的章程等等 或者是不胜任 招行的业绩搞得这么差 当然了大家也知道 招行的业绩还可以 所以说招行业绩搞得差 那可能还不是田惠宇同志的这个责任 所以说这个董事会啊 一般的提前三天 给各个董事把一案发下去 一案那个董事在审议 审议完了之后呢 召开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可以现场会议 就是大家都到招行总部 做到办公桌前开会 也可以啊 网络开会 也可以部分是现场开会 部分网络会议 就是说我特殊 我就不愿意往招行总部去 我在美国出差呢 那我就可以通过书面方式 邮件呢 或者说发快递啊 把我的这个意见和表决票 给这个董事会递过去就行了 就算是仓会了 所以说董事会开也比较简单 只要提前发一案就行了 如果你不提前 按照公司占程啊 他一般的就要求两天 要求三天的 紧急的 可能全体董事同意的话 也可以现在打电话 现在就开 一起表态 这个董事会啊 相对灵活一点 但是也有董事啊 他事多 他就拿着公司章程 真经会的这个相关规定 以及商交所的一些规定 然后呢 就跟你董事会啊 来应怼 就是你给我发的太晚了 你现在让我表态 我就是不表态 我没时间研究 所以我弃权 我还要声明 对吧 我还要公告 我因为董事会 给我这些资料啊 太晚了 让我马上就表态 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当然了 招商银行是什么性质的 他的这些董事都是什么性质的 所以没有人敢这么干 都是上面命令 下面执行 走过场 所以可以紧急开会 那么董事会呢 就开会啊 把田惠宇同志 行长给免了 符合这个商事公司的这个相关规定的 大家要关注到啊 田惠宇本人 他也是董事啊 田惠宇呢 没有参加董事会 这个就是问题了 董事必须要参加董事会啊 你不参加的话 要请假的 他上面也没说田惠宇请假了 那么田惠宇本人 什么状况呢 还有一个啊 有人说啊 是不是田惠宇为了避嫌 对吧 因为是讨论他嘛 本人的任免 所以他叫避嫌 但是避嫌是这样的 就是你投票可以不投 或者让你投 那就是弃权 或者不投 但是呢 你这个参会还是必须要参会的 作为董事必须要参加董事会的 一般的商事公司啊 就是讨论董事本人 在公司的任职的 一般本人也不避嫌 一般的本人可以投战争票 这个啊 我自己投自己一票 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田惠宇没有参加董事会 这个就是问题了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田惠宇还有一个董事的职务 那你董事会就罢免不了了 董事是由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的 你要罢免他的董事职位 是由股东大会开会 全体股东要投票啊 那表决 那么股东大会如何召开呢 股东大会跟董事会就不一样了啊 你想开就开 这个是不行的 股东大会是必须提前15天 要向社会公告啊 我于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要召开股东大会 那么股东大会的这个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罢免田惠宇同志 董事一职 那么这个 招山银行的公告上面也写了 对吧 董事一职啊 要等到股东大会 再行这个程序 那么招山银行的股东大会呢 是可以由董事会发起 也可以由大股东发起 大股东就是招山金融局嘛 发起啊 要求召开股东大会啊 然后呢 提起的议案就是罢免田惠宇同志的这个董事职务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招山局是大股东 招山局就要同意了 那投票基本上都能通过 我告诉大家一个现象啊 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投票权 实际上股民是有投票权的 那你可以认明 招山银行的董事 招山银行的这些董事长选举 股民啊 你是可以网络投票的 但是事实是什么呢 散户基本上不参与投票 很少 所以一般的山人公司啊 只要大股东赞成 大股东反对 这个票就过去了 就通过了 大股东实际上 只占山人公司的30%啊 有的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股份啊 剩下80%都是公众股啊 但是一般的大股东说了算 大股东投票都能通过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80%这些散户啊 小股东他都不投票 你让他投的都不投 你让他说 咱们从选一个这个董事长 董事 人家不投票 不在乎自己的这个权利 所以说这个通过股东大会 免去天慧宇同志的这个董事 应该没有问题 只是走个过长 可能要20天吧 那这里又有个问题来了 如果天慧宇本人 他真的是高深了 或者是按这个公告上说的啊 另有任用 那么应该天慧宇本人辞职就行了 我写个辞职声明就行了 我辞去招生银行董事一职 这个辞职信只要交到董事会 就生效了 不用开股东大会了 就我辞职了 辞去董事啊 辞去招生银行行长职务 那么天慧宇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非要等到开股东大会免呢 那这个就是不祥之兆啊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外界传言嘛 说天慧宇要担任这个招生集团 什么一个部门的董事长 或者总经理 好像是这个级别没变啊 待遇没变 但是他这个操作手法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天慧宇是高深了 那么他完全会辞去招生银行董事职务 辞去招生银行行长 然后呢 这个招生银行行长这个职务 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就行了 那么这个招生银行公告里面 还有个比较蹊跷的地方 就是说审议通过了 关于田慧宇先生免职的议案 同意免去田慧宇先生 招生银行行长董事职务 另有任用 免去行长职务的事宜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免去董事职务的事宜 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键这里面一个另有任用 这个公告是招生银行股份公司发出的 你招生银行股份公司 免去田慧宇的这个行长职务 说另有任用 那我们按字面理解就是 你招生银行股份公司 还要给田慧宇安排什么工作呢 叫另有任用吗 安排他当财务总监 还是安排到到下面哪个部门去当总经理 还是当什么副总 还是当监事会的什么职务 按字面理解应该这样的 叫另有任用吗 而如果说田慧宇要去母公司 就是招生金融局去任职 那么也轮不到你招生银行股份公司来发公告 说另有任用 你算哪根葱 你还能安排母公司的这个人事吗 所以说招生银行发这个公告 说另有任用 这个有点叫什么 化蛇添足 反而说明了这个田慧宇的这个任免不正常 这是我从这个山市公司治理这一块 我能发现这个田慧宇任免不简单 可能不像外界传言的 说是要调到什么母公司去当一个部门的头 很可能他就出事了 如果不是出事的话 那么不可能这么紧急 当然了外界关于他的传言比较多 说他这个是谁是谁的秘书等等 这个姑且心知吧 就是作为一个参考 查鱼饭后可以先聊先聊 因为他毕竟事实他就是啊 是谁的秘书啊 你这个你改不了 但是不是因为他是谁的秘书 就把他抓起来 这个各自发挥想象 关于这种处理手法 大家想象一下 回忆一下那个前证监会主席 刘世瑜同志 刘世瑜啊 也是莫名其妙的从证监会主席 突然就调到什么供销社 当什么书记去了 后来没担多长时间啊 就投案自首了 很多人还说啊 刘世瑜是高深了 供销社什么级别更高啊 然后马上要去哪个省担书记了 等等啊 各种传言都有 最后呢 刘世瑜同志 投案自首了 获得了党的这个宽大处理 那么这个田惠宇是不是一样呢 他真的与外界传言一样 调到集团去 当部门禁令去了 然后呢在部门禁令的岗位上啊 洗心革面 悔过自心 发现自己以前对不起党 对不起人民啊 也去投案自首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觉得也有 实际上吃瓜群众啊 大概也猜到了 这种人事任免 非常不同寻常 意味着啊 就是把你从实权部门啊 调到一个不够实权的地方挂起来 然后呢 有关部门好对你进行调查啊 免得你在这个原来岗位上 不好查 会给调查带来困难 所以最好的办法把你挪开 民生 按架 然后去调查 这个也是一个常用手法 不能怪吃瓜群众乱猜 很多干部啊 就是这么落马的 关于这个田惠宇啊 外界传言非常多啊 好多年前就传他要落马 要查他 我记得招山银行还屁过谣啊 这么说明招山银行对自己的干部 还是爱护的 以前还屁谣 现在这个你看 这个公告里面 还话舌天足的 加了一个另有任用 实际上这个话 不应该有招山银行公告里面写 田惠宇是给某些国家领导人当过秘书 这个没错 但是我们也看他的经历啊 他的经历还很丰富啊 对吧 在建行还干过 那么最近啊 外界传言 田惠宇在建行工作期间 他的那些同事或者领导 有好几个已经被从会场带走了 接受调查 那么这个跟田惠宇也没关系 据称啊 涉及的是房地产的贷款 涉及到太和集团 那么大家想一想 太和集团的这个老板叫什么 黄其森 前一个月前吧 被抓了 那么有关啊 这个调查机关啊 是不是从黄其森这儿 打开了缺口 对吧 把建行的某些领导给抓住了 然后呢 牵扯到田惠宇 有没有这种可能 因为毕竟查了一个多月了 这些人该交代的都交代了 那几个建行的领导啊 他不是建行的一把手 所以说呢 没有太大的公告 偷偷摸摸抓了 就是紧悄悄的抓了 也没有什么外界人知道 不像这个招行的行长 田惠宇 不是说他的级别多高啊 是因为他是30公司的 银行的行长 所以他一切的东西都要公告的 所以他一公告 大家不就知道了吗 如果招生银行不是上市公司 估计很多人呢 根本就不知道 田惠宇是干啥的 田惠宇为什么被抓 你也看不到 他也不需要告诉你 那么两个月前 中信银行的行长也被抓了 这个对吧 那个什么央视的林荣人 还报道了 还上电视忏悔了 他为什么被抓啊 也是跟房地产有关 所以说啊 我个人分析 田惠宇这次大概率啊 是出事了 从中准迹象表明 他是配合调查 即便不是配合调查啊 那也是把名字挂在招山集团 实际上不用上班 隔离了 交代问题 增取宽大处理 看他设的这个程度啊 升不升 有没有挽救的可能 咱们这些分析啊 都是通过招山银行的公告 看出来的啊 并不涉及什么小道消息啊 接下来是大家自由发挥的时间 对吧 我理解的啊 实际上就是房地产爆雷 房地产爆雷啊 导致这个房地产企业里面 很多内幕黑幕就全部啊 水落石出了 就兜的兜不住 就是盖也盖不住 雾也雾不住 就是潮水退去了 他们就发现自己原来是裸体 我想大家也知道啊 这个银监会的一个领导 可能是我记错了啊 是个女的吧 好像从这个银监会退休了 还是辞职啊 然后就去了恒大 当副总裁 专门负责融资 结果银监会的一个前领导 是不是最近被查了 被抓了 那么这个副总裁 也牵连进去了 被抓了 他们俩是山下极关系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金融部门高官 跟房地产企业这些老板 勾得非常深 建行的某一个分行的领导 退休之前 给这个太和集团 黄其生批了一笔贷款 这个贷款也没有违规的地方 这是很难说啊 黄其生 他的太和集团估计早就已经什么三条红线啊 都已经红了 你还给他贷款 或者是打擦边球 明知道这笔钱放出去 回不来了 你还给他放 虽然这个太和集团的这个报表啊 粉饰了 好像这个还能达到这个放款条件啊 实际上是全钱交易 这个领导一退休 立马就去太和任职去了 或者当顾问去了 每年拿着高薪 这套玩法啊 在房地产高速增长的时候 没有问题 因为他不爆雷啊 他钱都能还上 还上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暴露出来 对吧 这个钱还了 你看利息也付了 谁还去查这个 这个贷款好像不合规啊 那不是多次一举吗 所以说 很多这个违规啊 这些操作 在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 它暴露不了 但是房地产一爆雷的时候 这些东西全部暴露了 风险全部打开了 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太和集团啊 这笔钱还不上了 银行去查啊 发现这个钱是违规的 因为我们风险控制还是很好的 为什么 怎么会有坏账呢 那就去查这笔钱谁放的 为什么放 对吧 这不雷不就爆了吗 那就相关的负责人 当初审批的签字的 包括这个黄其森本人 也被逮起来了 我记得我以前在我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介绍过 我当总经理的时候 老板啊 董事长让我签字 所有跟银行有关的签字 我都非常小心 能不签就不签 如果是董事长逼我签 那我就让董事长给我写个东西 因为跟银行打交道 这里面猫腻特别多 涉及到很多腐败行为 你以为是很正常的 但是它里面 他们之间谈的 达成了什么猫腻协议 你不知道啊 你签字实际上是你在背锅 这车远了 咱们就说到房地产 一切都是房地产惹的货 那么接下来 这个随着房地产爆雷的深入 这样的事情会比比皆是 所以我更相信啊 田惠宇应该是出事了 而且他出事啊 实际上跟什么领导人 也没什么关系 就没有必然的关系 你要说有关系呢 那就说明这些单官呢 他都不干净 要查哪个都有问题 我以前给大家也说过 金融部门的腐败 那是触目惊心啊 比那些行政官员腐败 那也厉害得多啊 行政官员腐败 捞点钱不容易啊 拿点挥扣 对吧 那钱都不好处理 存吧也不是 麻袋装上放家里也危险 就不好处理 这些金融高官贪腐啊 那也太容易了 而且他那个钱又看不见 数额 你想多大就有多大 难以想象的 就像那个赖小明 枪毙之前 定案之前 说他贪了一千多亿 定案的时候多少不知道了 可能几十亿被枪毙了 所以金融的高官贪污 贪个几十亿上百亿的 很轻松 不险上不漏水 他比一个省委书记省长贪污啊 容易得多 那省长省委书记贪污啊 那点钱 东藏西藏的啊 不是割到自己儿子 或者媳妇的名下 或者是远亲嘛 对不对 白手套嘛 等等 你想割谁名下都不安全 人家也可能把你突露出去了 没法保密 然后你跟商人之间那种交往 说你退休之后 商人再把这钱给你 对不对 等你过了那个安全期了 再给你等等 这些都不靠谱 都会爆雷 但是金融机构的这些官员 没关系 他有很多种办法 隐藏他的财产 而且你很难查 除非他自己交代 关于天会宇本人 不管他出事不出事 实际上跟招商银行本身 没有什么关系 招商银行啊 业绩还是不错的 即便他现在被打压 以后他会恢复到 他原有的这个估值 会修复 因为在国内股份制银行里面 招商银行算是做的 不管哪方面 服务啊 风险控制啊 等等 他都是算民营房企里面的妄科吧 这么理解 所以你持有招商银行的股票 如果被套住了 也不要太焦虑 他该值多少钱 他就还值多少钱 这个是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也说明了 韭菜最好不要炒 为什么人家是 你看今天收市的时候 才宣布天会宇被免了行长 这么一个巨大的人事波动 或者巨变 但是早上一开盘 这股票就暴跌了 那就说明有人提前就知道了 人家善事公司还没有开会呢 这个人家就很多消息 灵通人士就知道 田会宇要被撤掉 所以人家早上一开盘就开始跑 韭菜呢知道啊 到收盘了才看见 啊 韩长被抓了 或者你上午知道了 你也跑不了了 人家跌了很多了 一开盘就跌了很多 你没有时间跑 所以A股市场啊 消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 就导致这散户啊 就成酒啊 就造人反复割 关于如何防止被割 如何这个投资更加安全 我会在会员频道里面 多说一些 欢迎大家呢 成为会员 加入我的会员 好 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